在PDDR的时候看到了这样一个东西 它就是这个珍珠盲盒 简介上面写着说是淡水盒棒 可以自己开那个珍珠 有五个不同的颜色 分别代表健康幸福爱情智慧和财富 紫色是稀有款 这个应该都是商家自订的吧 那就让我们抱着好奇的心 来看一下我能拆出什么颜色 诶怎么第一个拆就没有珍珠 其他四盒上面都有那个小卡片 就这盒没珍珠的美卡片 难道是商家早有预谋 再来拆第二盒 这个一拉罐的设计有点像海鲜罐头 我本来以为打开罐头 有一股臭臭的海鲜的那种气味 但是其实什么味道都没有 这个棒壳是非常薄非常脆的那种 就我一用力就可以拔一段 一颗香槟色的 应该是第二个幸福吧 介绍上面说是天然珍珠 但是根据我开盲盒的这个情况来看 它多少有点人工的味道在里面 应该是人工放进去的吧 一盒五块八 大家就买一个图图乐就好了 不要像我一样买这么多 拆出来都是重复的 姐妹们 还有项链 可以把你拆出来的珍珠 放到那个项链里面去 Oh my god 怎么放到一起 我觉得我认不出来哪个是哪个了 帮我看看我抽到的些啥 哈喽哈喽大家好 我是豆包 今天录一个转盘做你 第一个我专到了泡沫洗手液 然后是洗面奶 卸妆水每一次都不缺席 之后是干油 珠光粉我加了黄色的 白胶 我还许愿说要转到盆沙水 结果真的转到了盆沙水 然后卷个花 好了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是豆包 今天做一个葡萄珠光泥 先加入液体浇水 纯甘油 沐浴露 还有珠光粉 沐浴露用那个透明的 再少量多次加入盆沙水 千万不要一次加太多 不然就会变硬 拉伸性不好 如果做硬的话 可以加一点干油 补救一下 最后就是这个样子 好了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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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过几个圆雪 动力在 你白藏的香味 你永远的香味 是最好的你陪我 看过几首时间 不完美 哈喽大家好 我是豆包 是两个芒果色的史莱姆 它是我上一次 无盆沙水用洗粉水 做的那两个泥 这一块是用的康慧做的 它们两个都坏了 然后我又拿盆沙水 补救了一些 救回来了 这个是一个天眼和康慧 一起做的 这个就拉伸性特别好 那个的话就是有点拉不动 为什么出这个视频 因为我没有拍视频 我想水视频 就给你们看一下 F果 不对 M果的芒果和牛奶芒果吧 好了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是豆包 今天出一个分泌起泡 叫做浇水 沐浴露 唇甘油 然后色素 藤沙水 啥的 主要今天不是武艺劳动节吗 挺老的小蜜蜂 就和我们的这个蜂蜜有点关联 这个颜色我觉得也挺像的吧 但是也不是太正宗 因为它起泡了 所以说就是有点不像了 等它消了泡以后 就是那种蜂蜜的颜色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 慢吞吞果王上线 今天录一个粗梅果酱起泡胶 浇水加入水便穴 再加纯甘油 沐浴露 还有洗手液圆液 再加入我们的色素 再加点小装饰 是不是有点好看 水便穴 就是外网的不用加太多 然后搅拌均匀 它就不会掉渣 洗个泡 好了今天的红色女儿也做完了 带着我的小红退下了 拜拜